在今年我国疲软的消费环境下 找一个增长还不错的消费品种 那彩票呢绝对是为数不多的一个 统计局啊给的这个4月份的 社会零售消费品的细节数据 同比大家看起来很多品种还都不错 同比整体是增长了18.4% 但是我说过 社宁的数据最近呢看同比意义不大 毕竟去年4月是封城的开始 所以说如果我们看的话应该看环比 那如果看环比的话 4月份的消费数据 4月比3月呢是下降了7.8% 而且大家看啊环比来看啊 4月比3月就没有一个大类的品种呢 是正增长的 消费品软呢是一个不增的事实 但是啊你看财政部刚发的这个 4月份的彩票销售的数据啊就很厉害了啊 同比增长了62% 1到4月份呢是增长了49% OK 看环比呢啊也是啊 今年以来每个月大家看都在提高啊的确很猛啊 大家说今年还有哪个消费品品种啊可以做到这样呢啊 究其原因啊一是彩票呢很多人都说是穷人消费 其实也是一种消费降级啊或者说是利周期的消费品种啊 二是呢现在彩票的大头呢都是这个敬拆乐透数据 还有啊极开型的啊这样的彩票啊啊 啊这个有趣味性 更重要的是呢是有成瘾性 而且还是合法的啊这种环境下不停的给大家希望能不火吗 啊大家说对吧 所以说今年投消费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 博彩板块啊 回头的话我们也可以一起讨论一下这里面的标的